现在家里的互乌通机顶盒 今天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 说不到任何节目 显示其他的加密系统 像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机顶盒的问题 今天呢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处理方法 首先呢 就是先用机顶盒的遥控器 然后呢 按下菜单这个按键 把菜单点开之后 然后呢 往下边滚动 找到系统设置 然后呢 点确定 进入之后 让体制输入密码 在这儿呢 就是输入四个九 一二三四 四个九之后 然后呢 点确认 进来之后呢 然后 往下边走 走到恢复出场这儿 点击确认 给它恢复一下出场 以恢复出场成功 然后呢 退出这边 退出之后啊 然后呢 就是给它再重新搜索下节目 如果不搜索节目的情况下 它显示啊 就是频道列表为空 所以呢 一定要重新搜索下节目 搜索节目的时候也一样啊 先点下上面的菜单 然后呢 往下边滑动 滑到系统设置 然后进入 还是一样输入刚才的密码 再重新输入一下 像这种胡同 机体盒 它的密码呢 都是默认四个九 输入完以后 到这儿呢 选择自动搜索 给它搜一遍 点确定 现在正在搜索当中 等这个机动条 走到百分之百 就搜索完了 现在呢 已经搜索到 四十六个节目 加油 我们再来看一下列表啊 现在呢 已经都有出来节目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节目 现在 已经出来了 就是 四十六个节目 都是可以观看的 看一下 每个节目都有 和以前 都是一模一样的 怎么样啊 就这么简单 这个机体盒 就给它处理好了 好 好